在澳洲呢什么算是歧视行为呢 哎你又该如何用法律去保护自己 而不是图一时之快啊 发表一些仇恨言论 反而给自己带来麻烦 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在澳洲啊 这个律师费啊并不便宜 那么在请律师之前 你要做好哪些工作 就会为你节省很多律师费呢 大家好 我是家里 欢迎回到朋友 丹尼的澳洲笔记 通过一段开场牌 大家也明白啊 这期视频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说我建议呢 华人朋友可以把这期视频收藏起来 以备不时秩序 那么前几天呢 房产公司Jales Craig一位中介 在Facebook上一段发文啊 惹怒了华人 结果直接导致这哥们下岗 当然了 他是这个三家店的店主 咱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下岗了 还是退到幕后去了 但是通过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能看到 华人也意识到了 当遇到事情时要发出声音来 但是呢 这里我衷心的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发生的目的是 获取社会的支持和重视 让各种各样的啊 对华裔明显不公平的现象呢 是越来越少 但是呢 不要被一些利益驱使者所利用啊 去发那些过激的仇恨言论 以及虚假言论 因为这么做呢 你很有可能触犯法律 给你自己带来麻烦 另外呢 也会冤冤相报 引发更多的矛盾和不解之愿 这件事呢 不是第一次 我相信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所以说这期视频呢 我就请到了朋友啊 富文律商的首席律师啊 Wendy 来和我们聊聊 在澳洲如果你遇到歧视的话 该如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另外呢在法律行也工作了14年之久的 Wendy呢 这次也和我们说一说啊 在澳洲 哎 你请律师的时候呢 费用不便宜 但是你提前做好哪些工作 就会大大有效的降低你的律师费用 我们现在连线上了Wendy 哈喽 Wendy你好 哈喽 Danny的澳洲笔记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富文律师行的Wendy 今天非常感谢啊 Danny的邀请 为广大华人朋友们 提供一些实用的法律信息 Wendy就是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呢 我们是少数族裔 这不管在哪国家都是这样的 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这种不公平的 甚至歧视的事情发生 但是很多就当事者呢 可能是本着这个稀释宁人的原则吧 再加上自身语言上的劣势 就忍气吞声了 但有时候呢 哎 有些移民呢 他是比较敏感 哎 有时候可能是一两句能解释清楚的误会 就被上升到了这个 呃 歧视的高度 甚至发生争执 所以说Wendy 你和我们来说说啊 就是在澳洲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歧视 判断它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华人至少以后 呃 不会吃亏 也不会因为误解呢 而心生怨气 澳大利亚的法律啊 其实是禁止任何人 因为你的种族或者宗教 而歧视你或者诋毁你的 无论是在生活中 还是工作中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出生 长相又或者是自己的母语 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澳大利亚呢 是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法律保护大家 不会因为种族或者宗教等个人特点 而受到歧视的 呃 在澳大利亚与种族歧视相关的主要法律呢 有大概三个 那我就已经在屏幕上列出来给大家了 什么是歧视呢 歧视一般指是因为你的年龄 性别 种族 或残疾等个人特点 而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或区别对待的情况 一些简单的例子 可能造成歧视 包括在工作中 你的老板要求所有员工在任何的时候 包括休息时间都要讲英文 又或者是因为你的种族 某个商家不提供相应的服务 又或者是使用了一些带有歧义的名字 或者绰号等等 其次歧视还包括了你谈论别人的种族或宗教 并通过你的言论使其他人嘲笑或引起这个特定种族的仇恨 这个也算是歧视 一些简单的例子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你发表了某个种族或宗教团体涉及严重犯罪的言论 又或者鼓励他人对某一个种族或宗教的人使用暴力 破坏他们的财产 使用传单 贴纸 海报 视频 演出 或者出版物 或者网站 电子邮件 或社交媒体 鼓励他人仇视某个种族或宗教团体 又允许或帮助别人诋毁他人 也是违法的 歧视有可能是直接的 也有可能是间接的 直接的歧视比较容易辨别 比如说当一个人因为他的种族 出生或移民身份 而受到比其他人更不利或更差的待遇的时候 就会被认定是歧视 举个例子吧 如果雇主认为有原住民在店里工作 那么就会失去这个顾客 从而拒绝雇佛合资格的原住民担任店员 而是雇佣那些资格比较差的不同种族的人 那这个就有可能造成了直接歧视 间接歧视会比较难被发现 打个比方 雇主制定的条件 要求或做法看似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 但实际上却因为某些人的种族 信仰 出生或移民身份 而使其处于不利的位置的时候 那视情况而定 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间接歧视了 例如 如果一家公司规定员工在工作的时候 不能戴帽子或者其他的头饰 那我们知道了穆斯林人都是要戴头巾的 这就有可能是造成间接歧视了 因为这可能对某些种族或民族背景的人 产生了一个不公平的影响 就通过这次中介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华人发声的力量 但是也看到一些特别不恰当那种仇恨和虚假的言论 我还看到甚至有人把Jalice Creek一个华裔的中介 放到这个小红书账号上说抓汉奸 我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想保护华人 我们想让华人能够发出声音 但同时又别因为这些不当的言论 给自己去惹上不甘有的这种法律纠纷 毕竟澳洲是个法律国家 所以说Wendy 如果我们遇到歧视的行为 从法律角度讲 我们该如何有效的去发声 而且保护自己呢 如果你因为对方发布了不正当的言论 从而你对对方进行辱骂和发表 可以引发仇恨的言论 也有可能是违法行为 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还会激化矛盾 当你面对歧视的时候 你首先要保持冷静 你可以先尝试和对方沟通 告知对方他的言论冒犯了你 你希望对方停止这种歧视性的言论 如果对方表示可以沟通 你甚至可以问一下对方 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是什么 就这个Jalice Craig事件 如果我是这个Matthew房产中介的同事 我会跟他说 他的这种言论让我很难受 我会问他为什么他觉得中国产品不好 是他曾经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吗 而且我会举例子 说现在很多中国产品的质量改善了很多 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 我也会告诉他 没错 用什么产品是他自由的选择 但是他的言论 让作为同事和员工的我 感到非常不舒服 他必须停止 我相信大部分的澳洲人是友善的 许多不恰当的言论 可能是因为刻板印象 又或者是信息不对等所产生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深入自己脑海的偏见 至于你是否会把这些偏见说出来呢 是否会考虑自己的这些偏见言论 是不是会伤害到自己身边的人 那就是个人感知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知道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很难的 如果事件比较严重 例如最近的PWC会计行的事件 其人力资源部的两名高管 在一次公司活动中 公然嘲笑中国口音以及公司的高管 打扮成来自武汉的蝙蝠 这种情况呢 直接曝光和投诉呢 可能是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事人呢 可以在事件发生后的12个月内 通过以下连接 向Victoria Equal Opportun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或者是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进行投诉 你向这两个政府机构呢 提出投诉呢 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 他们将调查这个事件 并帮助你解决相关的投诉 那在投诉中呢 你需要提供的信息呢 我已经总结在屏幕上了 收到投诉以后呢 他们会审查投诉的内容 为了确认详细的情况 他们有可能会联系你 要求你的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的政府部门呢 他们都无权发布 有法律效应的命令啊 或者要求赔偿 他们呢会通过调解 Conciliation 从来尝试让对方赔礼道歉 又或者给予经济的赔偿 或保证此类行为不会再发生 调解的过程呢 是完全保密的 并且在调解过程中 所说或者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不能在以后的法庭啊 或者法院案件中进行使用 当然了 如果你的投诉无法通过调解来解决 你是可以通过法院进行诉讼的 如果调解没能成功解决问题 那根据你递交投诉时候 所申诉的相关法律条款 你可以去VCAT 或者Federal Court 或者是Federal Circuit Court 提起诉讼 如果成功 法院可以命令被告停止歧视行为 支付你的经济赔偿 等相关补救出师 但是如果法院驳回了你的申请 例如说你证据不足 法院将有可能命令你支付对方的相关费用 因此在提起诉讼前 最好先咨询你的律师 当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一定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发声 隐忍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过激的反应同样是不能的 反而有可能使加害者变本加厉 因为对方发布了不正当的言论 而从而对对方进行辱骂和发表仇恨的言论 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歧视 就拿最近Jealous Craig的事件来说 在Google Review上刷低分 以及发布不真实的言论 将有可能被认定是诽谤 在澳洲 诽谤是按照各个州的法律来定义的 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 那什么是诽谤呢 在澳洲基本上构成诽谤有几个元素 我给大家在屏幕上总结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 当然了不是什么言论都会造成诽谤的 我就给大家在屏幕上总结了几点 不算诽谤的 一般呢就是有试试基础的 就不算是诽谤 所以呀严格的来说 Jealous Craig呢 其实是可以在言论发布后的一年内 起诉那些发布不真实 或者刻意扭曲事实言论的人 为了避免惹祸上身 如果你有发布一些不正当的言论呢 还是尽快删除的比较好 维护自身权益固然很重要 但大家在维护自身权益 或者帮别人打抱不平的时候 切记呢要通过合法的途径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 对于这些歧视 我们其实是不能否认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们想想 在美国 黑人想当年都不能跟白人用同一个厕所 在公交车上面也专门有一个区域是专门为有色人种而设定的 但是要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很多人的努力和牺牲 现在的美国这种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 我们今天享受的一切的平等 都是多少前辈斗争得来的 对于我们华人 这些所谓的歧视系年论 我觉得同时也在激励着我们 工作中的种种不公 我们除了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之外 更应该的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这才是对待任何压迫应该有的态度 用自己的行为让那些人闭嘴 OK 非常感谢温迪 感谢你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建议 对 我们平时确实不能忍气吞声 也不能图一时之快 所以说要学会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 当然了 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律师来帮助的 所以说我把温迪的联系方式放在这里 描述区里也有 那么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她 另外温迪就是您之前跟我说过 因为咱们在澳洲律师服务费确实不便宜 那么如果我们在请律师之前 能够提前做好一些工作的话 就会节省不少的费用 对吧 那您能和我们讲讲这些细节吗 就详细的说一下 相信大家都知道律师是按照时间收费的 这个按照时间收费的意思呢 就是每个律师都有一个小时率 初级的律师大概是每小时220到330 然后高级律师呢 每小时404到550不等 还有更高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个案子需要律师处理 在联系律师之前 你可以先整理一下事情的经过 想想啊 我应该如何把这个案子 清楚的给律师解释清楚 这样律师就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了解情况 律师花的时间少 那么律师费必然就会下降 此外呀 你在梳理事情经过的时候 也可能会发现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 但是这些小细节可能是你能赢案子的关键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如果你有一个经济纠纷 一般你可能只是会自己脑海里面想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然后带上相关的材料就去见律师了 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要花两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给律师讲你的故事 然后呢 律师还要当场花时间看你的文件 记录你所说的内容 还要消化你说的内容 在你脑海里面的事情 你当然是记得很清楚 但是律师可是第一次听的 不一定呢 能准确的理解到你说的意思 开完会之后 律师再花时间仔细的看看合约 再问你更多的问题 来回几次 律师把案子搞清楚 就可能花了你几千块了 如果你换一个做法 你去见律师之前 把案子总结一下 把事件的时间点明确的列出来 哪天见了什么人呢 做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证人 文件是什么时候签署的 签署文件之前 是否有任何和文件不一致的口头承诺等等 你的问题又是什么 你写写清楚了 在会议之前 发个邮件给律师 那么你们第一次会面之前 律师就已经了解了案子的全部情况 开会的时候呢 律师就会非常有针对性的 问你一些关键点和回答你的疑问 然后呢 给出法律建议 开完会了 你就了解了自己的官司的强点和弱点了 这两种做法的区别 可能是三到四个小时的差别 如果这个律师的小时率是每小时440的话 那四个小时的费用就是2200万 如果你想省律师费 真的 把事情写写下来 否则你口述的话 可能东讲一点 西讲一点 最后花了钱还达不到效果 另外一个想省律师费的方法 就是一个案子不要很多人给律师打电话 我们有些经济案呢 客户的公司不同的人 打给律师问同样的问题 那么律师就对不同的人 重复讲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 最好就是指定一个人给律师打电话 又或者是写邮件的时候 同时呢CC给所有需要知道案子进展的人 否则你收到的律师费账单 将会是惊吓型的 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呀 律师费很贵呀 但是其实你只要把握好了这个原则 就是我怎么做可以省律师的时间 那么律师费其实是很好控制的 钱嘛都是要用在刀刃上 我就是要让律师去给我建议最关键的 最有争议的点 其实整理文件和案情 你是可以自己做的 尤其你是当事人最了解这个事情 OK 非常感谢温迪啊 带给我们这么多实用的专业信息 那如果大家有法律服务方面的需求呢 可以联系一下他 其实呢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呢 也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了这个人情社会 和法治社会的不同 也逐渐学会了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一期视频呢 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么之后呢我还做很多 关于海外移民的故事啊信息啊 一些有意思的生活视频 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上我的频道 赶紧到澳洲笔记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